12架英式喷气教练机 以三角形空中猎队 画过天际整齐画衣 红白涂装在蓝天白云下 更显耀眼 英国皇家空军红剑表演队 成立至今超过半个世纪 在全球56国演出4720多场 却是头一回来到大陆 参加即将在11月1号登场的 广东珠海航展 红剑一抵达 立刻引起各界高度关注 随行的还有一架C130运输机 强大的运输能力 为表演队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 除了英国红剑 中二八也各自派出飞行表演队 同场轮番炫技 届时还会有来自42个国家地区 900多件武器装备亮相 其中大陆歼20战机是否现身 已成为这场亚洲最大航空航天社会最大悬念 记者综合报导 台中市政府投入了八亿整治绿川 让曾经的污水沟现在变成美丽河川 潜潜流水两岸绿树周边还有悠闲的游客 全长6.1公里的绿川是台中市旧城区新亮点 不过在重见天日前 却是藏在地底不见天日的污染源 因为都市的发展很多污染 然后也加盖 所以绿川就从此不见天日 甚至成为家庭污水排放的臭水沟 为了改善绿川污染问题 台中市政府投入八亿预算 分三阶段解决问题 先进化水质再做污水截流 最后则是环境营造 让民众愿意清净绿川 最后阶段开工动土 以人本精神为设计 未来还将与高架铁路交错 形成台中市最美丽的绿色十字轴 记者台中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